如意转迎来大结局 陆陆续续的给各大嫔妃分完合法 如今只剩如意和令妃 爱自PK如意跟乾隆之间的感情也逐渐隔阂 面对皇上的阴阳怪气 如意却一直选择薄气隐忍 没想到在隔壁局延续攻略 一路打怪升级的令妃 在如意转中依然幸运过 欢呼不问营坐上的贵妃位置 把皇上哄得贼开心 听说现在还在坚持追剧的朋友们 都是抱着自虐的心态 每天晚上八点准时生气 不仅是如意 面对嫔妃的各种陷害毫无反击 更去皇上这个大猪蹄子 在处理与如意的关系上 令大家催如意断发令妃 为了离间皇上与皇后的关系 不惜牺牲自己青梅竹马的凌云彻 将皇上误会皇后与凌云彻有私情 即使皇后的得利小海兰暗中 把皇后将舆论风头折向令妃 也成功的在皇上心中 种下了戒地的种子 心存戒地 越想越生气的皇上 不顾林达人对自己的忠心耿耿 一次次的护驾有功 竟然让凌云彻近身成为小林子公公 并且送去如意宫里伺候 甚至阴阳怪气的去如意宫 利用善言与建对如意和凌云彻故意 侮辱不堪 面对皇上的这般无足 如意却念在与皇上的侵犯 一次次的选择忍生等皇上玩够了气足了 发配凌云彻去做了最低等的撒扫太监 而心狠手辣的令妃竟还不把手 利用十二哀歌对如意和凌云彻 再次陷害中把凌云彻逼进了盛行司 便请凌伤好尽一身傲骨 最后为用户如意 选择了家官进爵 而死一层层皇指临时负面叠加 呼吸困难 而中凌云彻对皇家忠心一生 对如意始终是臣与皇后的敬畏与拥护 为得以善终 依然无怨一生如意爱恨 光明磊落 也被侧击二字束缚一生 令妃为谋生心狠手辣坏事做尽 后宫之中 每个人都在人性和道德的边缘 徘徊事态没有对错 只有输赢 看着这片红墙之中的血腥黑暗 拥有自由才是唯一的救赎 大家都说如意输了 面对令妃的步步为营 她选择在发孤生与前妻的睿智沉稳相比 后期的如意越发显得自我孤输 不斗不尽 跟皇上越发尴尬和这些不在线 这些宫斗中的情流 是因为她越发发现 她一直所求的得以人心 不在了那些皇上口中的独一无二 正只想和你一块 一点点变成了皇上对自己诉说 对寒相见的一见钟情 当年皇上心心念念 与自己独有的同框画像 却也变成了寒相见的宠爱 当她越发发现眼前曾想象爱一生的爱人 早已不是从前的红利 越发疏远 越演越烈无法挽回时 生与死 宠与爱都与她毫无关系 她决定在方面宣布下线 其实如意最终的选择 是在隐晦自己 直随离场 用简短珍贵的青丝 即便早已不在的红利 与青英年少知情如意的一生 是独立的 有思想的 刚入宫时从郎世宁口中 得知的一夫一妻制 便打动了如意 在她告诉红利 被严厉的反驳之后 其实也断定了皇上 与如意不同的爱情观 判定了如意在后宫之中 得特别也意味着如意悲惨结局 开始她要的爱 不是争来的不是都来的 她要的只是那份独一无二 皇上付诸真情 不能分享的爱不屑争宠 只求恋情相悦 皇上对产后狮子的如意 不曾疼喜 却略加指责 皇上不来探望她 她也从不去皇上身边争宠皇上 对她诉说对韩相见的情谊 希望她能以皇后的身份 帮自己顺憾相见 接受她碎碎念着皇上口中 所谓的从未有过的一见钟情 心寒到不知把这份支撑自己的情谊 如何安放如意 在再次陪皇上南下时 不同于初次来到西湖 如同你间夫妻散步的闲闲 变成了如意人的过来游玩 皇上却在令妃安排的烟花女子 身边混恶度于一口街边的小时 令她万千感叹物是人非 此时如意的每一天都是心如刀割 无法度日的爱是浓烈相惜 无法返回时就勇敢退场或许放在后宫之中 至于皇后的位置之上 不是一个令人感慨爽快一生的大女主 她过于看重情分 执着于皇上的年少情谊 但对于自己来说 她的一生从来都追随自己本心而活 不以露喜 不以己悲 只得一份真心而活 即使悲剧离场 又能如何周旋在采访中提到 讲了这么多年后宫生活历程 就是想让大家看到后宫的残忍斗争 可怜这群被囚禁在红墙之内的金丝雀 提醒我们自由的可贵如意 若有来世 正在这人世间 或许有这份断霸的傲骨和勇气 便能成为你我都崇拜的洒脱女人 感谢您的适合 感谢您的适合 帮助 您的适合 宫生活历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